好的 接下來今天就要教大家一個喜歡的工具方法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要用來 我們的歌詞請教我們 我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要介紹一下 我們要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首先要把頭髮的指長開 然後把線啊這樣 放在我們的小紅線上 然後把線走向 然後我們要再使指上 一圈 兩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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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圈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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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連接處捏住 然後呢 我們右手拿勾針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 嗯 我們從這個大圈裡面 就是我們先前的那個大的線圈裡面入針 然後我們這個勾針呢 帶一下手指上的線 我們勾出來 然後 我們再繞一下線 再勾出來 這樣呢我們就算是起針 一針起立針 但是我們這一針呢 不算作一針 我們接下來勾短針 這一針短針呢才算作第一針 好 然後呢我們就還是從這個圈裡面入針 然後我們把線勾出來 我們這上面呢 有兩個線圈 對吧 然後我們再一次繞線 一次性呢 把這個從兩個線圈中間拉出來 這樣呢就是一針短針 這個短針勾好了之後呢 我們這個後面呢 會形成一個小辮子 有沒有看到 看到沒 我們這樣勾出來之後呢 這個後面會形成一個小辮子 然後呢我們用我們的接號扣呢 給它扣上 就是這樣 我們扣上 然後呢這個地方方便最後做引拔連接 然後我們接著用同樣的方法呢 我們勾出 再勾出五針短針 這個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勾鬆一點 不然一會兒呢 那個線頭拉不出來 三針了 好 四針 五針 六針 好我們六針勾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線圈拉大一點 以免它滑掉 然後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中間呢 有一個線頭 兩個線圈 對吧 然後呢我們找到 就是和這個線頭 從同一個孔裡出來的那一根線 我們可以把這裡拉開看一下 同一個孔裡出來的線 就是圈圈現在手上拽著這一根 我們拽出這根線從左往右拽 我們就看到我們這個圈在縮小 好我們拽到拽不動了之後呢 我們再拽出這根線頭 然後也把它往外拽 這樣呢我們就把它縮小 把這個圈縮小了 然後我們再插入我們的勾針 在先前那個線圈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線圈拉小一點 然後我們從有記號扣的這一個孔裡邊 這根辮子裡邊入針 我先把它取下 從這裡入針 穿進去之後我們要做引拔連接 這個怎麼勾呢 我們先繞線就和勾短針一樣 把它勾出來 從第一個孔裡邊勾出來 我們上面有兩個線圈 我們直接把第一個線圈呢 穿過第二個線圈 看到沒 就是這樣 這樣就是引拔針 然後呢我們開始勾下一圈 我們先前還是一個鎖針 鎖針就是繞一下 把這個線勾出來 這就是一個鎖針 當作起立針 然後呢我們又在剛才做引拔的那個孔裡面 就是第一個孔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這裡第一個孔 看到沒第一個辮子 我們在第一個辮子裡邊呢 勾 勾出短針 圈圈這裡離得太遠了 我都看不清 好 穿針進去之後呢 我們勾 那個短針 勾出兩針短針 就在同一個孔裡面 同一個孔裡面我們勾出兩針 我們先前起了六針對吧 所以我們這裡應該一共有六個小辮子 就對於六個孔 我們在每個孔裡邊呢 都勾出兩針短針 好 四針結束 五針 六針 相當於說呢 我們這一圈一共要勾出12針短針 七針 七針 八針 九針 十針 十針 十一針 十二針 好 我們十二針勾好了 我們呢 就在第一個短針上面的鞭子上面引拔 就跟我們先前扣了小別針的一樣 如果大家找不到這個位置呢 我建議大家在勾第一針的時候呢 就還是用小別針做一個記號 好 接下來我們勾第三圈 勾針繞線一個起立針 然後呢 我們這一圈呢 全部都是不加不減的短針 一共十二針勾完就可以了 一 每一個辮子孔裡一針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圈圈好像先前有兩針勾到同一個孔裡面了 果然是 這勾到同一個孔了 一共十二針我們勾到結束就可以了 把它勾完 好我們剩最後一針勾掉 然後呢我們做引拔 我們現在勾的是那個小球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要面向自己這一邊的做球的外表面 所以把它這樣拱起來 好然後我們接著就開始收針 收針怎麼收呢 我們還是一針鎖針起立 然後我們入針 現在我們做的是短針的兩針並一針 先把這個線勾出來 然後我們不管它 再從相鄰的孔裡邊再入針 再繞線勾出來 這樣呢我們現在勾針上面一共有三個線圈 然後我們繞線一次拉出三個線圈 這樣呢就是我們短針的兩針並一針 然後我們還是一樣的用小別扣呢 在這個地方做一下記號 不然一會兒找不到 好然後我們接著做兩針並一針 一共做六次 針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五次 好的第六次 好的我們六次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和先前那一針記號扣上的做引拔 把記號扣取下來 然後我們做引拔針 好我們這一針做完了之後呢 我們小球也就基本上做好了 然後呢我們再勾一針出來 我們把線頭拽長 然後呢我們直接用剪刀把這個線剪斷 好我們把這個線呢拉出來 然後把中間 從中間的這根線頭呢 就是最開始起針的那個地方 那個線頭也剪斷 好接下來呢我們要把這個球弄圓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就是這個 打結的這個地方呢我們前面有一個孔 看到沒我們穿進去 把線直接勾出來 相鄰的一個孔也穿進去 直接把線勾出來 就這樣我們一共有六個孔 因為我們先前兩針並一針是做六次 我們這樣一針一針的 一針一針的勾出來 好最后一針 我們勾出來之後呢 然後我們直接拽住這個線頭呢 把它拽緊 這樣呢我們一個小球呢就做好了 看到沒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一個小球就做好了 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呢再做第二個 然後現在呢圈圈來教大家就是 寫帶的袋子部分是怎麼勾的 我們還是同樣的 在小拇指上繞線 然後這個地方呢我們不再轉圈了 我們直接拉下來 用拇指跟中指把這個線頭拽住 然後呢我們這個樣子 把勾針放在這個線的後面 然後我們圍著大拇指呢 轉一圈 然後我們這個上面呢會形成一個小圈 然後呢我們用中指跟拇指把它拽住 然後我們一針勾出來 這樣相當於說是打了一個活結 我們也可以用手來打活結 好然後我們開始勾鎖鎖鎖鎖鎖 先前圈圈教過大家 讓線拉出來 就會形成一個小辮子對吧 再讓線拉出來 又是一個小辮子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法呢 起針 也不叫起針了 就是直接就是 勾這樣的辮子針 我們大概勾到80針的樣子就差不多了 這個呢可以我們自己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有的斜口會比較大一些 然後我們就直接這樣勾 勾到80針的樣子 好我們就一直往上勾 好圈圈這個地方就不多勾了 給大家做個示範 最後怎麼連接起來 我們最後一針勾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線拉長 把線剪斷 然後把這裡拽緊 這樣呢我們的鎖針呢 就是不會鬆的 然後現在我們不是有一個小球嗎 我們就可以直接 這邊拿一根針 拿一根縫一針 然後穿進去 然後直接把這個小球 就是我們這個連接處呢 我們這個連接處呢 在上面縫合一下 我們從這邊穿出來 然後我們把針退掉 然後我們就把這兩個線 小球上的那一端的線 和我們的繩子上的這端的線 一起打結 用什麼樣的打結方式都是可以的 好 我們打好結之後呢 再用勾針從這個球球的底部 穿進去 隨便找一針都可以 然後穿到最上面 然後把這兩根線呢 一起勾出來 看到沒 一起勾出來 我們整理一下我們球球的形狀 好 然後我們直接這個地方就可以斷線了 大家不用擔心它會鬆掉 它是不會鬆掉的 好 這樣呢我們的小鞋帶就完成了 我們再用同樣的方法呢 要勾另外一個球 然後把它記在鞋帶的這一邊 然後我們一個小鞋帶就這麼往 收集的人 有什麼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